大家好,我是美宝 最近我和几个男生讨论了PUA 肆意综合网络和现实的问题 有一个男生不以为意 甚至反问我 你们女孩就喜欢渣男 根本就不喜欢直男 呃,听到这句话 我真的要吐血了 什么?女孩会喜欢渣男? 而且,为什么你们男孩子 会甘愿被贴上直男的标签? 我查了直男这个词 来源于英国 是与男同性恋相对立的一个词 百度说 正常取向喜欢女生的男生 但是思想比较传统 审美比较模式化 思想是否传统 审美是否固化 我就不追究了 但是正常取向这句话 我就不同意了 性取向没有正常与否之分 无论同性还是异性恋 都是正常的性取向 言归正传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网络给直男这个词重新定义 审美差不会打扮自己 恋爱情商低 压根不懂风情 专门用来调侃和吐槽男生 我思考了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定义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了田园女权 也只有田园女权 会想方设法地打击普通男生 意图抬高渣男的社会地位 而这种情况产生以后 女性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她们对广大的普通男生 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误解 觉得她们做什么都是错的 而那些田园秘语又有套路 又有化水的渣男 才是真正的暖男 完美的情人 而广大的男生 竟然坦然接受这种污蔑 甚至以此来作为自己的标签 这说明田园女权的思想 不仅给女生洗脑了 也给男生洗脑了 而且是根深蒂固的 美宝呼吁男生们 私下这个直男标签 并不是一定要学会温柔 学会浪漫 学会打扮 而是男女的思想本来就不同 你们没有错呀 你们不懂女生 不了解女生 不擅长和女生打交道是正常的 干嘛一定要和渣男比 如果你自己足够优秀 就算不善解人意 不懂得讨女孩子欢心 也仍旧会有一个好女孩喜欢你 她甚至觉得你呆呆的很可爱 会喜欢你的笨拙 喜欢你的迟钝 而且我相信 越来越多的女孩 他们一定的谨זה 你不讨论 我们能够移得